我是一只小公鸡 我的梦想就是 能够每天吃着烤鸡 然后带着我的鸡婆 没错 就是那个对着我一直转圈圈的傻子 一起去通关跑酷 没错 他也喜欢吃烤鸡 这个跑酷叫开心跑酷 听说跑过去了就能开心 因为他首先就贴了 能让人开心的窗花 还是青年窗花 我们每次都是拎着烤鸡一起跑的 在跑过这个旋转木马改装的 旋转方块 哎哟老是容易晕嘛 然后掉下来 看我们鸡 一般都是用嘴开开关的 不过这个开关有点硬 要不开 算了还是用一下翅膀吧 哎呀终于成功了 啥 你问我为什么不走旁边那条 鸡婆走过的路 嗯因为我不想 下面这个旋转木马更难 不过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直接点重生点 然后浴火重生一下 这个操作能让我变成鸡婆最喜欢的样子 靠鸡 下面是二段跳 虽然我有翅膀 但是我不会飞 我的翅膀只是一个摆设 就跟别人的包包一样 是用来装好看的 先啄一下重生点 哎 哎 鸡婆呢 她怎么不见了 完了 有别的生物欺负她 我现在要救她吗 算了吧 还是命重要 鸡婆可以再找 哎呀 你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哥哥 那个 那个 我梦见你被坏人抓走了 嘿嘿 那我就先跑了哈 我在上面等你 哎呀吓死了 差点就被抓包了 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呀 我怎么知道 作者是什么星座 我又不是作者 嘿嘿 你喜欢左边呀 那我跟你一起走了 哎呦鸡婆 你慢一点嘛 等等我 我快追不上你了 等等啊 啄一下重生点 不要被外表迷惑 其实是二段条 嘿哟 你这是小鸡啄墙呀 看我轻松飞上来 下一关爬青草 这青草 我迟早把它给吃了 这传送针 让维夫先来 给你看看路 哎 鸡婆你居然不等我 哎 我这屡屡失误 也不是个头啊 我也点上去吧 哈 我来啦 哎呦真危险真危险 着个重生点 下面这是云团 啊妈呀掉下去了 完了这下过不去了 我见背包没解锁 没有快乐了 哈哈哈哈